1996年3月,索尼举办的一场线下发布会上出了一个令业界震惊,业外疯狂吃瓜的大新闻 在一款叫Enemy Zero的游戏播放完演示视频后 游戏制作人紧接着在没有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播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索尼PS的logo慢慢变形,重组成了世家土星的logo 随后,视频中出现了许多游戏从业人员批评索尼的大场做派 最后是当时世家社长的一句,欢迎加入世家作为绝杀 借此声明他的游戏今后与索尼一刀两断,史称一铃世界 这个胆大包天的游戏制作人,就是95年在3DO上凭借概念超前的恐怖游戏 地知识着名声大噪的鬼才制作人范野贤志 他在这场发布会上演示的游戏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角 老规矩,请把牛逼打在公屏上 本期咱们一起来看看这款还未发售就饱受多方关注的Enemy Zero到底怎么样 Enemy Zero是一款足足有四张光碟容量的恐怖游戏 主要的卖点是看不见的敌人 首先叠个假,游戏的默认一鸣绝命七杀 是后来台湾引进PC版式的翻译 它还有另一个一鸣叫翼灵 Enemy Zero在游戏中的缩写正是翼灵 我更喜欢这个翻译,所以视频里我就用翼灵来称呼它 游戏开头是一段极其鬼畜的片头动画 只能说不愧是范野做出来的游戏 就是反套了 还没开始玩就把我干懵了 这第一章题的内容就是那段莫名其妙的片头 加开场动画,加战斗训练,加制作人员介绍 开场动画才是真片头 在宇宙中进行漫长旅行的飞船中 隐形的怪物突然打破牢笼展开猎杀 监测到紧急情况的飞船系统 将冷冻舱中休眠的船员们唤醒 女主亲眼见到另一名船员被怪物杀死 船里已经危机四伏 终于像个恐怖游戏了 训练模式会教我如何对付这种隐形怪物 虽然这第一人称射击着实让我惊喜了一下 但只要走两步就能发现 这操作手感相比同类游戏要差多了 转向反应慢 左右侧衣和后退还都是按一下动一步 特别的笨重 战斗模式倒是很有特色 玩家看不到怪物 只能通过生命探测装置发出的声音 来辨别敌人的位置 不同音色代表怪物所站的方向 声音节奏越快就代表怪物距离越近 直到发出警报声 就代表怪物已经和你脸贴脸了 而咱们唯一的武器就是一把冲能枪 这枪特别难用 蓄力时间长不说 蓄到顶还会过热熄火 关键这射程还特别近 就跟个刺刀差不多 再加上这怪物是隐形的 距离本来就难以把握 所以特别容易失手 然而一旦失手 近再直死的怪物 就不会给你蓄满第二发的机会了 OK 正式开始游戏 故事紧接在开场动画后 女主在自己的房间穿戴完毕 开始自由行动 房间内还是地之石桌 拿固定点位的拨片移动方式 稍微转了下 房间中可以找到存档用的录音机 储物归的钥匙和生物探测器 个人中段上可以给另外六名船员打视频电话 船长罗尼是唯一能打通的 他会给一些通关提示 顺便吐槽下 本作女主角名字竟然和地之石桌是一样的 也叫罗拉 然后信息界面中可以看到当前所在区域的地图 数据库里的信息就更多了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游戏设定 我就不详细说了 出门进入走廊 转换为第一人称 然后我就发现这手感比训练模式还要差 因为走廊时不时会遇到狭小的门廊或者障碍物 这时视角就会不受控制的漂移 甚至大转弯 特别难受 接下来的大致流程是先去开场被杀的黑人park的房间 拿到联络黑人女金玻璃的视频通信密码 然后回自己房间的半路会看到怪物从对门马卡斯的房间破门而出 在他的房间里能拿到充能枪 回自己房间视频连线金玻璃 他会教你如何恢复电梯的动力 然后干掉通道里的怪物坐上电梯 电梯运行到一半 有怪物从电梯顶上突然袭击 摇晃中枪也脱手 电梯门一开 罗拉就一路狂奔 跑到通道尽头发现大门紧闭 这时金玻璃会通过广播提醒罗拉爬通风管道 不是 通风管道不更应该是怪物的主场吗 哎 人家还真不追了 接下来去工程师乔治的房间拿了另一把充能枪 这枪只有一发子弹 没用一次就得去工具房给枪充能 杀光通道里的怪物 再打破栅栏乘坐另一部电梯 就能和金玻璃汇合 这金玻璃还挺悠闲的 还在浇花呢 用他的终端挨个联络其他船员 船上维尔的白人大卫终于应答了 他说他受了伤 只能让咱们去找他 接着打 发现船长也死了 瞬带也让金玻璃看到了帕克的死状 让他精神崩溃 进厕所哭去了 合着这么久 他只知道种花 连个电话都不跟其他人打 从终端中存的私人照片里能看到 其实金玻璃和帕克是一对 罗拉和大卫也是 再次打电话给大卫 他会说之前两人在打冷战 以为是罗拉故意不提这事 气他的 打完电话 金玻璃收拾好了心情 让我和他一起去杀出一条血路 要打开下一部电梯的门 需要在终端中输入密码 问题是 密码被写在了电梯门上 而那里已经被怪物包围了 金玻璃让罗拉在终端这里等着 他一副老兵口吻说他去去救了 然后果不其然的翻车了 罗拉急忙去救 结果看见的只有破损的大门 一滩血迹和一把枪 坐电梯来到五楼 终于见到了最后两个活人 乔治和大卫 乔治让我注意安全 别到处乱走 他在坐前往逃生船所在处的门禁卡 大卫和罗拉温存了一会儿 便说要去找乔治聊聊 在坐电梯去船长室 电脑中能看到航行日志 上面说就算船员全部死亡 电脑程序也照耀能把船开回去 然后女主突然就崩溃了 我不是很明白这里的逻辑 人都要死了 船开不开的回去 对你来说有区别吗 等罗拉再回去时 发现大卫不见了 找了一番 终于在某个角落 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大卫 仔细一看 这家伙竟然是个生化人 他回光返照 对着罗拉说了一大堆 自己为啥是个机械之类的话 然后罗拉那个伤心啊 大卫彻底厌弃后 罗拉带走了他脑袋里的芯片 趁乔治不在 插进电脑一看 负责大卫的程序员 赫然就是乔治 这时一只怪物走进房门 口爆了罗拉 在他体内寄生了右体 还好乔治感到打死了怪物 然而看到罗拉在偷看自己的电脑 乔治十分惊慌 转身就走 还掉下了一把钥匙 用这钥匙可以在船长室使用医疗舱 罗拉想用他扫描下寄身体 结果一扫 罗拉发现自己也是个生化人 乔治紧跟着出现 和罗拉解释说 这是艘为军方抓捕生物武器的船 大卫和罗拉是军方安排随行的辅助及监视者 他俩的记忆都是乔治撰写的 如果让军方知晓 罗拉得知了自己是生化人 乔治将会被追责 于是他就想强行控制住罗拉 将罗拉的这段记忆删除 问题是这手无竖姬之力的乔治 根本控制不住罗拉 让他一甩手就跑了 乔治一路追到大卫房间 还在拼命劝说罗拉 然后就被突然出现的怪物秒杀了 罗拉在乔治尸体上拿到了 前往逃生船的电梯卡 前往那里的区域已经成为了怪物的老巢 一路杀一路爬他 最后杀掉怪物的心脏之后 来到停机坪 没想到却遇到了金伯利 他竟然没死 一刀帮罗拉挖掉机身体后 说其实他是军方的人 然后对我灌输了一大段 有爱就是人类的真理 金伯利说 他想回到帕克所在的地方 然后把大卫的记忆单元给了我 说可以用这个复活大卫 然后他就独自离开了 追着他一路回到帕克的房间 就听里面一声枪响 金伯利自杀了 我说我完全搞不懂 这游戏里人物的脑回路 罗拉个机器人 都要被这群人给搞崩溃了 回去逃生船的路上 生物探测器竟然还失效 这一下彻底成了真眼瞎 就在罗拉万分绝望之时 留在乔治电脑上的大卫芯片 竟然接上了飞船的主系统 他说感觉自己重生了一般 最后在大卫的指引下 罗拉成功绕开怪物 驾驶逃生船返回地球 飞船也在大卫的操作下 启动了自会程序 和怪物们一起化为了宇宙的尘埃 那么剧情说完了 于是呢 这个点评呢 怎么说呢 我觉得咱们需要细致的分析一下 首先作为客观事实 翼灵的土星版卖出了27万多份 加上后来的PC移植版 共计是60万份 在商业上可以说是成功的 然而这个成功十分有时代的局限性 在当年 范野就是个当红炸子机 他特立独行到近乎叛逆的行事方式 受到了许多玩家的追捧 特别是我视频开头提到的翼灵事件 这次的起因 是地质石桌的土星版销量 未达到预期 索尼无视的范野 如果卖不掉 就自掏腰包买下来的承诺 将PS版光盘的发行量 从原定的15万减到了4万 而且这4万一下子就卖空了 范野觉得 索尼让他少赚了很多钱 双方就此搞得相当不愉快 这才促成了范野和索尼彻底撕破领 让翼灵在发售前就得到了一大波流量 不仅如此 游戏发售后 范野又搞了一个大话题 20万日元箱窗版 这价格放在当年也是极其昂贵 限量20套 其中包含着充能枪模型在内的大量周边 实实在在的打了个木箱 只能打电话订购 而且是由范野亲自送货上门 除了话题性 游戏本身的制作阵容也很豪华 怪物设计是我之前提到过的知名设计师九泽靖 配乐是著名作曲家麦克尔尼曼 旺达与巨像的上田文人也是CG制作者之一 有了这个底子 光论画面 翼灵在当年的确是顶级 再加上欧美电影风格的额外加成 它在日本本土的口碑是相当好 然而后来在欧美发售时没有了这些额外加成 玩家们就理性了很多 评价也变得保贬不一 游戏的整体氛围和世界观背景太像异形了 孤寂的宇宙飞船 隐藏在暗处的敌人 生命探测装置 这三个要素也就算了 生化人和人体寄生 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设定都要印钞 也不管这情节合不合适 生不生意 就这 范燕还好意思说自己根本没看过异形呢 不过有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我觉得它的确比异形本尊都更好地运用到了 声音这个要素 异形游戏我也玩过不少 大部分情况下 人类阵营的生命探测装置就是个摆设 仅仅是个烘托氛围的工具 而意义灵里倒是真的让它成为了主角 这点本尊真的可以借鉴借鉴 然而这剧本真的太实了 整艘船就这么几个人 几把枪 这种程度的武装是怎么捕获到这么多怪物的 怪物又是怎么逃脱的 配角领便当的时候 为何生命探测装置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些细节根本应不起推敲 而且明明所有人都明白 身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 行为逻辑却毫无紧张感 个个都喜欢单独行动 疯狂力死亡flag 最觉得是这群人不是机器人就是军人 按理来说怎么看都是个冷静又高效的精英队伍 结果整个故事全是情情爱爱 搞得这么狗血 时不时就加一段又臭又长的善情戏 让我真的受不了 这玩意儿就是对欧美科幻片和文艺片的一次暴力柔和加拙劣模仿 简直就是在侮辱观众的智商 游戏性嘛也就那样 战斗手感虽然差 好歹这个战斗机制是能让人感觉心跳加速的 后期获得无限冲能枪之后疯狂杀敌 爽快感也是有的 但谜题真的是败皮 谜题设置过分深硬 解谜方式也毫无逻辑 熟悉流程后完全可以跳过其中的一些步骤 整个流程就是靠缺少提示的解谜和容错率极低的战斗来拖时间 更恶心的是 这游戏的存档还有限制 存档读档都会消耗录音机的电量 耗完后直接无法读档 强制重新开始 想出这鬼畜设定的真是个小天才 这点让许多玩家都中途放弃 后来的载版和PC版都追加了特别简单的能度 说白了就是取消了这一限制 然而即使如此 存档也只能在房间内进行 像故事后段爬塔的连续战斗 中途根本没办法存档 一旦死亡就得重头再来 纯纯的折磨 总的来说 逸琳是个游戏内外都围绕着真意型的作品 部分玩家觉得是抄袭烂作 有的玩家则认为别具一格 能让人真正体会到无与伦比的紧张感和恐怖感 但无论如何 当它最大的优势 画面都已经被完全淘汰的现在来看 总体质料实在是不忍之事 总之我是极不推荐 这么看起来只有四到五个小时的流程 反而是最大的人词了 那么关于逸琳的视频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有趣内容的话 别忘了长按点赞哦 我是公平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